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现在这位神秘嘉宾 已经亲自驾乘着我们的Model B 来到舞台上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怎么样 这部车漂亮 我现在就想把它开回家 非常高兴 这个 刘董事长把 红海里科技日 摆在了我的生日这一天 这让我们每年 都有非常愉快的生日 都能够收到非常贵重 而且这个非常 对台湾来讲 有带有这个领先型指标型意义的产品 礼物 对我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礼物 gracias 要是 何 我们 At 我们 de 不缘 在我们社会 姓 我们 我们 beat 从2020年开始 我们定期就在每年的10月18号 举办科技日 目的呢 就是在展现鸿海在3加3领域的年度的成果 今年的科技日 我们要再带给大家两台全新的电动车 第一台是具有亮丽的外表 和时尚都会风的跨界休旅车 Model B 第二台是由台湾自行设计制造的电动皮卡 Model V 还有在大家殷切的期盼下 我们也正式的推出了量产版的Model C 待会大家可以试诚 这再一次展现了我们的鸿海速度 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现在这位神秘嘉宾 已经亲自驾乘着我们的Model B 来到舞台上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创办人 欢迎我们创办人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怎么样 这部车漂亮 漂亮 我现在就想把它开回家 非常高兴 这个 李董事长把鸿海的科技日 摆在了我的生日这一天 这个一同来举办 这让我们每年都有非常愉快的生日 都能够收到非常贵重 而且这个非常对台湾来讲 有代表这个领先型指标型意义的产品 对我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礼物 非常感谢你 刘兄 刘兄长 应该的 这个电动车产业 其实是在台湾除了半导体工业以外 第二座对台湾未来工业转型升级发展 非常重要的产业 它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它的全球性 第二它的这个 对这个电子产业与机械产业的融合性 第三个它的对台湾产业供应链的整合性 对台湾都是集聚这个未来发展的前景 尤其现在实质这个全球气候暖化 这个气候变迁 那么还有再加上这个油价的 现在经济的这个困局来自于很多 都来自于油价的高涨 那么再有第三个是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发展自己的工业 发觉到现在世界所以很多的国家都发现到实体工业 是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硬指标 是一个这个代表性 因为虚拟的经济已经经过了网络经济发展 再来就要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所以实体的就是说这个实体经济跟虚拟经济的结合 实需结合是未来工业的基础 所以每个国家都要发展自己的工业 所以因为有这个特性 所以在台湾发展创新 发展这个设计 发展这个垂直整合的供应链 然后呢 有我们的MH MH就应运而生 那鸿海就可以做一个 MH就是个平台 鸿海在这个时机内 我们进入到了这个汽车 电子汽车的产业 那么我们的国际化 我们的这个创新的这个设计 以及我们的速度 鸿海的速度 我想这样可以代表台湾 集合台湾的所有的工业 展现在世人的有钱 最后预祝鸿海科技日 这个顺利成功 最后预祝鸿海的这个 制造的鸿海 转型为科技的鸿海 一切圆满顺利成功 谢谢